Yeah Thank you Yeah 怎麼了 先拿時間表 要拿表演的時間 然後還有地圖 有中文 再拿中文 終於 我們來到了環球影城 然後我們決定先去看 不換城市先去看變形金剛 Go 新加坡的環球影城 其實不一定要買快速通關券 也可以玩得非常的盡興 你看地圖 它是一個圓形 你可以順時針或是逆時針 繞一圈玩 首先呢 我們走過紐約 前往科幻城市 你要買這個嗎 小小兵欸 對啊 8塊錢一個 還好 要買那個恐龍袋那個 往那個 科幟城市走 你竟然就可以看到小小兵 跟那個芝麻切英語 我覺得你應該會失心瘋 但大家要hold煮你知道嗎 我們先玩完之後 隨時都可以來買 到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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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大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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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埃及區 古埃及區 古埃及區是整個遊樂園我最愛的一區 其中木乃伊復仇記也是我最愛的遊樂設施 裡面非常的刺激 一旁有寄物箱 我個人覺得這個寄物箱很人性化 一來它不是用鑰匙來掌控 二來它有一段的免費時間可以供應免費致放 所以還等什麼 寄出完之後我們馬上來吃午餐休息一下 我們現在呢在豬肉記的園區這邊 我們在吃飯 我們吃的是海南雞飯 那其實很多人是說這裡面比較貴 建議是去外面吃 但對我來說呢我覺得時間就是金錢 這裡的餐點呢就是用果酷用的 然後像我這一盤呢好像是11.8心靈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嗎 現在呢趕快吃完要準備出份表演啦 哇 圓區都沒人因為現在請盆大雨 我們現在前往史瑞克的園區 這長得好可愛 因為雨下的太大 工作人員建議我們先來學世界看表演囉 天哪這應該是最慘的環球影城之旅 不過呢也拜老天下雨所賜 很多的遊樂設施其實都不用排很久 所以今天也算是玩得蠻盡興的啦 第二天的晚餐 終於可以好好坐下來吃飯囉 這環球影城也是蠻累的 還好回來的時候通關比較快 飽餐一頓之後來吃吃馬來西亞的特色水果 榴槤 五個星 五個星 你看 因為有人沒吃過榴槤喔 沒吃過榴槤 沒吃過榴槤 哈囉老闆 我是建議說在這邊一定要吃榴槤 我是建議說在這邊一定要吃榴槤 就是你一個人合買一吃 然後你去現場 好了明明有開 因為要怎麼買一吃 對啦 然後再下一步 一定有吃啦 一定有吃啦 真的啦 不要再搖頭啦 來補充榴槤小知識 馬來西亞的榴槤呢 成熟後會自己掉下來 所以啊 只能在鄉下種 要不然會打到人 那麼吃起來呢 果肉比較軟 比較香 泰國的話 果肉則是比較硬 那它成熟之後 是要由人工摘下來的 這榴槤裡面的重中之重 你可以吃了 哈哈哈哈 你現在沒吃到喔 回去你要找 你沒吃很難的 真的嗎 同事買了冒王榴槤 原本要帶回去享用 結果被導遊攔阻 因為呢 榴槤吃的當下很香 但是過了兩週之後 會散發出很像垃圾的臭味 來 你來吃吃 謝謝 這其實還滿香的喔 這應該蠻香的喔 對啊 謝謝 感谢观看